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2 昨晚华为在巴黎召开新品发布会 正式发布了华为P20、P20 Pro以及保时捷设计的华为Mate 2S三款新机 首先说P20新机正面配备了一块5.8英寸的异形全面屏 下把处保留了一枚支持指纹识别功能的Home键 背部配备了1200万加2000万像素的莱卡双摄 配置方面搭载麒麟970处理器内置3400毫安式的电池 运行基于安卓8.1深度定制的Emotion UI 8.1系统 国外提供4加128GB的存储定价649欧元月合人民币5000块左右 国内则提供了6加64和6加128GB可供选择 售价相信会有所降低 再说P20 Pro其屏幕升级到6.1英寸 后置摄像头则升级为由4000万像素彩色加2000万像素 黑白加800万像素三倍光学变焦镜头组成的莱卡三摄 配置方面同样搭载麒麟970处理器 内存则提供6加64和6加128GB以及6加256GB三种版本可供选择 在价格方面国外6加128GB版本定价899欧元 运行人民币7000元左右 至于最高端的Mate 2S保时接设计板 采用8曲面3D玻璃机身设计 正面配备一块6英寸18比9的2K OLED曲面显示屏 虽然机身背部设计有指纹识别模块 但该机同样还支持屏下指纹和人脸识别也是第一次见了 在配置方面该机搭载麒麟970处理器 摄像头则和P20 Pro一样配备莱卡三摄 内置4000毫安时的电池同时支持最高10瓦的无线快充 内存方面提供6加256GB和6加512GB可供选择 这应该是史上第一款配备512GB存储的手机了 配置逆天的同时价格自然也是非常惊人 分别定在1695欧元和2095欧元 预合人民币1.32万元和1.63万元 4月12日正式上市买得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对了知名相机评测机构DXO Mac给华为P20综合分数102分 华为P20 Pro综合分数109分 两款手机均超过iPhone X、三星、S9 Plus 以及刚刚发布的小米MIX2S 话说小米MIX2S坐上国产品牌DXO Mac评分最高的宝座 仅仅几个小时这就被P20拿下 说实是有点尴尬啊 昨晚苹果在芝加哥一所高中举办了2018年的春季西米发布会 原本以为这次的发布会干货满满 有什么新配色的iPhone X啊 新款的iPhone SE之类的 然而万万没想到苹果迅速的发布了一款 廉价版的iPad和一支笔之后 就跟大家say goodbye了 着实是让大家都非常的失望 那关于新款的iPad 新机在外观方面并没有采用全新的设计 正面配备了一块9.7英寸非全贴合的视网膜屏幕 内部打载A10 Fusion处理器 前置HD FaceTime摄像头 后置800万像素摄像头 支持Touch ID、Apple Pencil、蓝牙键盘等 好在售价方面还比较实在 32GB Wi-Fi版2588元 Wi-Fi加蜂窝数据版售价3588元 128GB的版本则分别定在3388和4388元 至于内格尔比 其实也并不是苹果自家的产品 而是与逻辑共同研发 售价49美元 怪不得这次苹果的发布会都没有直播了 就这么点东西也着实没什么看头啊 小米在昨天刚刚发布了全新旗舰小米MIX2S 而关于小米7此前有效益称 由于屏下指纹识别的原因 该机的上市被迫推迟 按照之前的消息 小米7代号为Deeper 可同时还有一款代号为Deeper Road设备 两者的区别就是是否搭载了屏下指纹 可惜的是前者没有 后者有而后者据说已经被取消了 现在从最新曝光的一份固件信息来看 Deeper的指纹识别方案来自FPC和惠顶 Deeper Road的方案来自于Synaptics和惠顶 同时惠顶的产品多了一个FOD的后缀 对应的应该就是Fingerprint on Display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屏下指纹识别 同时开发者还对部分代码进行了还原 结果就如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样 如果按照之前所说 配备屏下指纹的小米7已经被砍掉了 那这样来看这款搭载屏下指纹识别的新机 很有可能就是小米7 Plus 你们觉得呢 在苹果发布了新款iPad之后 现在有最新的消息显示 苹果将会在今年秋季发布新一代的Apple Watch 而这款全新的Apple Watch最大的变化就是屏幕尺寸的增加 大家都知道Apple Watch目前已经更新至第三代了 除了配置以及功能性方面的变化之外 在外观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现在有最新的消息显示 新款的苹果表整体体积不变的情况下 屏幕尺寸将增加15% 也就是说相比现款屏幕的黑边会明显变窄 希望在厚度方面也调整一下吧 现款真的是太厚了 关于1加6的爆料 最近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除了此前网上流传出来的真机叠照 现在爆了大神Eflix又放出了一张1加6的渲染图 从图中来看 新机背面看起来采用了全新的材质 有点木纹或者编织物的感觉 视觉效果很赞 不过很有可能这只是某个定制版 普通版本应该还是玻璃材质 而在其他方面我们看到1加6底部保留了3.5毫米耳机接口 旁边是USB Type-C接口和扬声器 与现款基本保持一致 背部上方能看到1加6采用的是纵向排列的双摄像头 指纹识别和1加的logo则设计在摄像头的下方 结合此前的消息来看 新机在配置方面将搭载骁龙845处理器 6GB的运存起步 屏幕则会采用6.28英寸的异形全面屏 新机预计将会在今年5月份 这时尚是感觉的朋友可以在耐心的 等等看哦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散发关注VG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